学的会用得着的家常菜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用金针菇和秋葵和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蒸菜 金针菇洗干净 撕开放一旁备用 洗干净的秋葵去掉地 然后从中间一分为二 培根从中间一分为二 取一片培根放上金针菇卷起来 做好了培根卷 整齐的摆放在碟子的一侧 在另一侧放上刚刚切好的秋葵 准备自制蒜蓉酱把它铺在秋葵上 蒜蓉酱的做法呢在8月26号的视频中 大家可以去参考学习一下 这个蒜蓉酱的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叠至另一侧的培根卷上再铺上剁胶 剁胶不要铺得太密了不然很咸 蒸锅上汽后放入我们的这道菜 我给它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做金丘夺葵 盖上盖 用大火蒸三分钟即可 取出后撒上葱花 锅中把油烧到冒烟 拧上热油 最后沿着碟子的一圈拧上蒸鱼齿油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金丘夺葵 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吧 下次给朋友家人做来尝一尝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